好 先来看民众党 这次当然了 大有斩获 八席 八席 很多吗 好像不多 很少吗 好像也不少 对不对 都说是关键少数 也有的说 像柯建民说是 没有用的八席 对不对 空气八席 或者是 关键八席呢 当然就要看 他们自己怎么操作 但这个起手是吗 好 介大使你看一下 这个立法院院会都还没开议 2月1号才开嘛 现在就开始内斗 是这样吗 今天其实最让大家惊讶的是 民众党办了尾牙 24号昨天 老大去了 柯文哲去了 陈佩奇也去了 那党公职 点的出名号的 都去了吗 蔡碧如 没看到 所以今天有人问他 碧如姐 你昨天怎么没有去尾牙 他说什么 愣一下 可能是距离的美感 没人通知我 昨天是什么尾牙 好惨喔 好惨喔 对不对 说实话啦 他说他是地方卸票 那选后大家真的是很忙 没有错 但是你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对 因为说实话 虽然啦 有解释 民众党发言人说没有啦 昨天的参会只是北部工作人员 跟党部工作人员 志工的感恩参会 另外也会在北中南各办一场感恩参会 当然也算是说得过去 那蔡碧如现在算是台中的啥 算是台中巨啥 他以前不是都在北部吗 就突然去台中 当然这次他算是民众党里面去选择最好的一个嘛 把这个蔡奇商这个几乎是几乎是吓坏了喔 但是北部喔 不但没有人主动通知他 可见他的在群组里面我不知道 他之前退了一些群组嘛 那已经状况外到这种程度 还是说已经真的是在权力核心的外外外 外到外太空去了 然后呢 他跟柯文哲也都没有通知吗 如果说这个师徒这么好 柯文哲不会有位 比如你今天在当时要去 对不对 你坐哪一桌 有时候好像都会这样问一下吧 所以他是完全不知道 是今天被记者问的时候 整个人愣住 那个反应真的是蛮真实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一幕 讯息含量极大 那另外你看到 这个刀刀剑鼓开始了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力公 这个从选前开始 这个大刀就呼啸民众党 他就开始讲 黄珊珊有亲民党民众党双重党籍 话锋一转编完黄珊珊 再去编陈志涵 陈志涵好好的去读 这个去首读李毅廉耻四个字 要多读点书 这话讲得蛮重的 真的讲得蛮重的 然后当然了 这个志涵大家也知道 那口条清晰 思路也很清晰 那个性也算是蛮强悍的 他立刻回对过去 谢力公啊 你曾经担任过秘书长 竟然连民众党允许双重党籍 你都不清楚吗 言下之意是 你有没有进入状况 你不是很负责任吗 做出没有职业道德的行为 伤害柯文哲 做人基本的理议廉耻都没了 既然你讲到那么重 志涵也就不客气了 然后呢你就看到 接下来这个昨天 不是大家都在预告吗 说这个 说这个黄珊珊跟柯文哲翻脸 好像也是迟早的事 吴子佳在说嘛 现在传出黄珊珊要选台北市了 那讲完之前选举 没有打柯文哲 现在应该要来抱黄珊珊了 还有这位是谁啊 我今天仔细看了半年才发现 原来是谢寒冰 我可认不出来了 对啊 这个韩冰贿赂了小编妈 用他二十年前的照片 是不是 韩冰现在瘦好多 真的瘦很多 然后这题外话 问被问到 柯文哲跟黄珊珊会翻脸吗 他说我认为会翻脸 但没有这么快 有好几个人 彼此都会互相翻脸 民众党就那八支 八支进到立法院 再加上我们看到 这个柯文哲 然后陈志涵 还有前党工之类的 还有柯妈妈 柯太太 柯姐姐等等 每个都能言善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个性也都很强 每个人也都是狼 对不对 好 介大使我马上要进广告 我先请教一下介大使 你怎么看待民众党这一局 我判断 那个蔡壁如没有去参加尾牙 我看连柯文哲也不知道 我认为不是柯文哲的意思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 应该是认为 碧如会去吧 一定会知道 这种事情在一种组织里面 那个人太高高在上 下面乱斗的时候 就会发生 所以是下面人在斗 逗逗蔡壁如 蔡壁如的话就是 这个人也是蛮老实的 人不是个坏人 这种人在这种 显恶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 他就是被人家这样欺负的 这就是欺负他 那还有有些人要清军策 因为蔡壁如再怎么讲 这些民众党这些人跟柯文哲几年 都是柯文哲 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搞头的时候 才过来以赴他的 蔡壁如是跟他怎么样 几十年的 他们是同事 所以他这种 这很危险 人家就要把他清掉 蔡碧如冰清开 所以就是故意的 不是说什么没通知到 不可能 然后这个说法 你觉得我们北中南会各办一场 骗谁 蔡碧如什么时候到北中南去 蔡碧如就在台北 他只是去台中选了一场而已 所以蔡碧如你只能参加台中场的是吗 这个就是骗人 一个这么年轻的政党 你看那个发言人 嘴巴就已经这样子伶牙俐齿了 不讲实话 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怎么样 让大家失望 对嘛 最近在这个尾压期间 其实公司行号都是这样 对不对 朋友的都会去捧个场 有时候台湾又有高铁又这么近 你说台中到台北 台中到高雄 坐车一下就到了 尤其是蔡碧如 这次算是区中选的这么好的 也算是有战功吧 帮着台中打下了个地盘 他要蹲点台中 那未来是前景可期 这样的算是重要级的一个角色 竟然北部的参会 他们没有被通知 要说邀请 连知道都不知道 中间问题实在太大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给你理会 Cho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